而澳洲国会外交国防及贸易联席委员会主席纽曼 还有情报及安全联席委员会副主席华勒斯 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等5人 8号到12号访问台湾 那么今天他们来到总统府跟蔡总统会面 除了对花莲强政表达哀悼 也提到了台海议题 华勒斯强调维持台湾现状是至关重要的 反对任何单方面的行动 同时也希望能够持续强化台澳关系 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